美国的文化 我觉得美国的文化 就是比较接受创新一些 比较见到有什么障碍 它会去改变 去适应 所有世界 所有地方 你要做什么 你要资源 都要去跟人争 争的时候不是声大一点 或者手关大一点就可以得到 你也要说你有 你也要说你做这件事对国家 在国家的层面拿这个资源 有什么贡献 难度就是什么 有些东西你立刻就可以见到 尤其是我们科技方面 有些东西不是立刻见到的 他们有些计划 就是他们可以看到长远 为什么在科技 尤其是基本科技方面 投资去资助的研究 以及人材的提拔 是对美国长期是很有利益的 因为这是美国一个 长期在世界上 要做大哥 这是他最重要的 那时候他说到这些长期投资 又是没有这么政治化的 这些是他们都 我们叫做bipartisan 就是两边的政治团体都支持 这个其实香港可以学习 我觉得这个是 整个生态的环境 就是鼓励竞争 鼓励的meritocracy 尤其是NSF 鼓励基础方面的研究 香港是小的 七百万人口 虽然香港都挺富裕 但是说来说去都是七百万人 如果香港又没有那么多工业 通常这些 有些社会的人士觉得 我们做研究的唯一目的 就是要技术转移去帮 这个不是不对 这个我觉得是对的 但是不可以说每一个做基础研究的都立刻 你拿了一个研究基金 明年就可以去做这件事 不是这样的 OK 你十个里面有一个成功 在十年内已经很好 我觉得 但是你过一个就可以 帮补了其他所有的 这个是很不同的看法 朱三角 你可以说南中国 很多这些创新的能力 很多大的企业 也都国家 也都给了很多钱 但是他就没有那么多这些大学 是做到世界级 他很想做 深圳 广州 全部都想做 现在 那我们香港就有这些 但是我们就没有他们有那些 所以如果你 将这两个地方的优点加起来 我想全世界无敌 可以在香港做研发 譬如中国大陆可以做生产 或者在香港做个R 在中国大陆做个D 也可以做R&D 现在其实很多 中国大陆的高科技企业 来香港开R&D 科技园就有很多这些 其实我觉得首要的就是 在文化方面 文化和人才方面 是搞一些 不如 可不可以在香港搞一个 是 You know 美国电视有一个叫 America Got Talent 你要做到有些年轻人是 对听的 做一个出来 第一 他要酷 酷 酷 要酷 另外一个人看到 咦 做到成功 我都可以 我都可以 我可以找到钱 你现在 这个大光创新 我不知道多少钱 就是 Billion of US Dollars 独立的机构 不是政府一部分 独立的机构 是可以做一个 independent的advice 它其实可以 promote那些 culture 和人才方面 因为至少有 有些社会榜样 不是只是传授知识 而是以身作识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